下面我们是第二讲 矩阵 我们上节课把行列式 给大家做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表达 大家注意三条 第一个 什么是行列式概念 以及接下来的七个性质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把握的 第二个 你要熟练的掌握 展开定理 对吧 第三个 你觉得要掌握四种方法 算行列式 大家接下来啊 比如说我现在教你怎么做题 你现在就学会做题了 打开CT截 然后不管什么CT截都可以 我这里有个特点 从来不推出 比如说一千题 对吧 少于一千题不够 多于一千题 你是做不完的 一千就好 比如说一千题 你要把所有A组的行列式的题 经过自己的努力 把它做完 比如说我们课上 举了一些例子 本来就是一千题上题 对不对 如果完全套得上 那你就直接套公式 直接套方法 套步骤 把它做出来 那么如果它稍微有些变化 你做不出来 没关系 你看着答案 你学一学 但是我告诉你 不管它怎么写 它的主体思想就两个 一个是画尽可能多的零 最后画成三九千 对不对大家 要么就是用好七大性质 它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比如说画成范德蒙 行列式啊 是不是 这种 一定是这种情况 所以的话呢 三分听课看书 七分做题 你要把握住这一条 听三个小时 你得做七个小时 听三天 你得做七天 三分看书听课 七分做题 把握住这个比例 各位啊 给自己的2019考研 留下一个好的结果 你不要只有我说 我努力了 最后没考好 数学的学问了 在于做题 请你要把握这一条 好 第二讲 举证 第一 什么叫举证 和它的基本运算 大家知道啊 我们学代数学啊 这样你知道 给一个研究对象 比如说啊 我们在中学数学里 学代数 那时候给的是什么 是不是叫数是吧 首先告诉你 什么是数 然后你接下来 研究数的基本运算 是不是叫加减乘图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个代数学 依然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现在 研究的这个研究对象啊 升了一级 它不再是一个数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数证 或者叫数表 都可以啊 实际上举证就是一个数证 或者是一个数表 然后我们来研究 这个数证或者数表的 基本运算 加减乘图 对吧 这个逻辑很清楚 好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 什么叫举证 由 M乘N个数 大家注意啊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词啊 叫M乘N个数 大家自然知道 这个与行列式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行列式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叫N乘N 这里是不是写的M乘N 它不会随意写 那一般认为M不一定等人 对不对 大家 它就不一定在是正方程 对吧 好 这个数表呢 就从A11写到AMN 它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是它的元素 是不是还叫AIG 对不对 大家 但它变化的东西呢 第一 它不是加的数杠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在课本上写 这个一般位置 是不是有的写中括号 有的写小括号 是吧 大家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中括号小括号 都是允许的 接受的 我们习惯上呢 按照标准答案 大家一般写的 都是这个小括号 是吧 当然这两个是通用的啊 你写哪个都可以 好 我们把它排成一个 矩形的表格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数正 是吧 或者叫数表 那么这个呢 称为一个M乘N结矩阵 叫做M乘N矩阵 简单继承大写字母ABC 好不好 那么当M等于N时 称N结方阵 也叫N结矩阵 大家追这个词啊 有的时候 它不叫方 这出庭人啊 他是故意的 他不叫方阵 他写N结方阵 他提示你的 是方的 可是呢 他写N结矩阵 各位N结方阵 就是什么 就是N结矩阵 N结矩阵 就是N结方阵 他只要谈到 结N结 那一定是方阵 好 两个矩阵 同行 什么叫同行矩阵呢 那就是 行数跟列数 分别对应相等 是不是啊 就形状相同 行数跟列数 分别对应相等 我们称之为 叫同行矩阵 我们在教材里面 给大家解释过 比如说现在 酒讲里给大家解释过 什么叫做矩阵 其实它表达的含义啊 大家心里一定要明白 这里面接下来 就涉及到基本运算了 我讲基本运算的时候 就能说到这一点 第一个叫做相等 这个等啊 大家知道 这个是一个前提概念 它并不是基本运算啊 但它是个前提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如果两个矩阵相等 它首先要求是什么 同行矩阵 第二个要求 对应元素全相等 才称之为 叫做矩阵相等 这个概念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啊 就是每一个元素 都要对应相等 什么才叫矩阵相等 是吧 大家 这个基本概念 知道就行了啊 好 接下来 我们才涉及到 开始算的基本运算 第一个 叫加法 大家知道加法啊 涉及到 同行矩阵 对应元素相加 看到没有 你刚才说了啊 同行矩阵 是不是才有 对应元素 对不对 对应元素 对应元素相加 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 这里头的 对元素 你回答我 是不是得 加的时候 是不是每两个元素 对元素 全都加 是要不上 是的啊 这个矩阵加法 是要求 Ci间 你看啊 这个里面 小Ci间 是要等于每一个 Ai间 加上每一个 Bi间 对不对 大家 你一定要把这点 搞清楚啊 是每一个 对应元素相加 那大家现在想 行列是呢 你学着对比着 你还记不记得 行列是 两行列是相加 是要怎么加 是不是只有 某一行 对应一行 不同 然后是不是 只加那一行 想起来了吧 那个叫 单行可加 或者单行可拆 对不对 我们举正不是啊 举正要加 是全加 所有的元素 就是全加 这个说清楚没 说清楚啊 你把地链搞清楚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叫竖成 但是啊 加法完了之后 是竖成 有人说 你不刚刚讲的吗 加减成竹啊 这里的 应该没有竖成吧 有没有竖成啊 有了竖成 才有减法 你看我说对不对啊 我们要拿一个竖 乘上矩阵 K乘A 称为竖成矩阵 大家还记得 竖成行列是 也有吧 我们看竖成矩阵 怎么称的啊 竖成矩阵 就是要求K 看看这啊 K乘A 可以写成A乘K 这说明它的运算率 是可交换 是吧 乘法可交换 等于K乘上一个矩阵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每个A上 都乘了K 看到没有 是不是每个元素 全成一行 而我现在问你 如果你不用画 看我这 如果你这个是 两竖杠式行列式的话 大家可以扔进去 告诉我 只能成什么 只能成某一行 哪行都行 对不对大家 哪行都行 哪列都行 但是只能成一行 或者一列 但竖成矩阵 就全都成 每一行都成 抓住他们的区别 好不好 把它搞清楚 把它搞清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那大家在 我还是一句话 我们跟苏联 跟俄罗斯一个阵营 苏联人不解释 以前一些老的科学家 就经常说 苏联的基础数学工作 做的既好也不好 为什么既好也不好呢 好是好在 这搞的极其的 这个极致 那就是大家数学 你只要是专业数学人士 你可能觉得蛮好的 可是对于普及性的数学 教育成不好 因为太抽象 你解释一下 可是我们教材里面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成要全成 为什么那个行列是成 只成一行 我现在问你 行列是成只成一行 你理解了没有 这个我讲过吧 因为你成一行 是问某一个边延长K倍 然后你面积就K倍就行了 对不对 你不能多成 你整个万年 这个每个边都成的话 这个面积不等了 这个解释过了吧 这个也有解释 你到图书馆随便翻本书 你就看懂了 懂了之后各位 你终身不会忘 你就到考场上 我上次说了啊 极其紧张的情况下 你也不会错 因为你真懂 你就不会写错 否则你就容易混 大家想想 为什么叫每个都成 我问大家 行列这个举证是干什么的 大家举证是不是一个竖表 一个竖表 他是干什么用的 你比方说 我在书上就举例子 这个是 比如说 这是英语专业的 英语系的学生 这个是土木系的学生 比如我们随便瞎瞎 这个是男生 人数 这是女生人数 你在比例上 你看到 比如英语系 男生两个 女生98个 我下写啊 比如说这样 总共系 男生97个 女生三个 你下写 大家看到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举证表达 是不是表达了一个系统性信息 这我讲不到啊 所以我简单提一下 什么叫系统性信息呢 你横着比 你会发现 这个数表 所传递出的这种信息啊 是说 第一行元素是 2比97 是表示 两个不同专业的 男生人数比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行98比3 是指不同专业 两个专业女生人数比 同意吧 你要数字比呢 2比98是同一个英语专业 男生女生人数比 那么同样的 97比3也是 土木系这一个专业 男生人数比 大家想 他是不是都有一个比例 那好 你现在想一想 他的表达系统性信息 在英文的这个 欧洲的教材里面 都会阐述一句话 叫什么 to express the systematical information 这里有个词啊 叫做systematical 系统性 信息 他有这样一个表达 这个系统性 你不要把它破坏掉 那你比如说 你这样乘一个2 好了 如果这个2只成某一行 那你比如说 你乘到这一行去 这是不是写4 这位置是不是写成了 这是4 这是194 是不是 大家如果只成一行的话 请回答我 这个比例是不是变了 对吧 本来这就失调了 这比例是不是更失调 对吧 所以你如果能 如果保持它的比例性 大家想说 每一个上面都成2 这样大家不管横着比 数着比 这个系统性没有改变 对不对 比例不变 这就是矩阵表达信息的一个 本质特征 你这样一讲 学生就懂了 下次他就不会说 只是某一行成1k 每一行都成 你要把它 这个概念搞清楚 好了 听懂了啊 趁热答铁 我说一下 这个在代数九奖的 导学里面 前言里面我都写了 而且大家 我们啊 这三十六奖 每一奖开篇 都有二维码 上面都有 这一张的导学 我实际上这些都讲过了 你读书的时候 要好好读它 好 趁热答铁 你来想一件事情 如果现在k乘以a 比如说啊 3乘3 如果用k乘上 一个三节矩阵 请回答 我这k是不是 三行都成了 然后你再取行列 是回答我 这个时候 你要提k 你能提几个k出来 三个k了吗 你想啊 你每行里都有k 第一行里 是不是提一个k出来 那第二行 是不是还提k 第三行还提k 这是不是剩下才是哪 对了吗 所以我们根据 一个基本的常识 大家想念 是不是下面一个 特别考 这k乘a n节矩阵的行列是 就等于k的什么 n次命 参与a的行列是 这个是特别爱考的 请大家把这个写在旁边 就写在这个题的旁边 我不知道我这有没有写啊 大家就写这儿 我再写一遍啊 叫k乘a n乘n 它的行列是 等于k的n次命 乘a的行列是 以此来表达 我们对这个运算的 掌握的数量程度 这也是考研特别爱考的 特别爱出正题 你总之 出题人在这儿 会把这些小的计算过程 通过一道大的计算碟 全都考察到 以后慢慢你就会明白 你比如说 我们说一个 2倍的a 3乘3 行列是 各位这个等什么 系数提出来是 8倍的a的行列是 你看得懂吗 是2的三次方 对不对 是有个2的三次方 是有个2的三次方 要保证这一点 2的三次方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数乘举阵 我们这个概念去解释了 解释完之后 大家想减法是不是就来了 减法在哪里 这个数字没有写啊 但它不是独立运算 大家想 是不是先有加法了 现在是不是有数成 那我现在问你 你不要减法 你接着写在下面就写了 那么这个减法不就来了吗 怎么来了呢 你琢磨 我如果现在是a 是吧 加上一个什么 负一倍的b 对不对 是不是它就定义成了 a减 b 减法来了吧 这就叫减法 我们没有单独减法定义 减法是怎么来的呢 还是加法来的 只不过呢 是a加上一个k倍的b 现在k学 负一 是这样吧 你回想一下 中学数学是不是也就这样学的 也是这样啊 就减法不是独立运算 它是数成和加法的一个 综合运算 得出来的减法 好了 加减说完 同学们回答我 在考验当天 加减法会不会为难住大家 我讲这个是不会的 它属于基本运算 当然你做是要做的 但是你说最后会 这个你算错了 或者不会算 那只能说明你太初心了 到了考场那实在是 怎么说 高烧五十度 烧糊涂了 那怎么办 那你说俩举阵加你都加不对 那怎么办 各位有这种题吗 当然有啊 很多题目最后一步 就是三个举阵相加 一会儿就会看到 那这样你要加错了 那就是麻烦 而且你记住 往往是三个三间举阵加 连个加 是吧 你不要加错 这不会影响大家 加加减减 接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 才是真正的重点 是吧 承和除 先看承法 先看承法 四 举阵的承法 打个心 这是重点 举阵承法 我们先谈第一句话 什么样的举阵能承 大家加减法已经定下来了 是同情举阵 是不是才能加减 那承法有什么要求呢 大家看书 上面写得很清楚 叫A 是M乘S 矩阵 是吧 B的话呢 是S乘N 矩阵 这里面就要默认一条 这两个不需要同情 不需要同情 它只需要什么呢 A的列数 S 跟B的杭数 S 相等 看到没 括号给我画下来 矩阵A的列数 必须与矩阵B的杭数 相等 则AB 可乘 看到了吧 矩阵A的列数 必须举阵B的杭数 则AB可乘 我们来看上 它乘出来的什么 看上 它乘出来的结果呢 是A乘B 注意是不是新矩阵啊 这个新矩阵 我们有时候记成C 但你写不写C 无所谓 注意新矩阵的杭数是什么呢 是取前面的杭数M 列数是什么呢 取后面的列数N 它一定会是这样的形状 就算M乘S矩阵乘 M乘S矩阵 和S乘N矩阵相乘 得到的结果 S消失了 变成了M乘N矩阵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 第一 为什么要求这两个相等的 第二 怎么就变成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运算规则是 大家知道是 这个几何里面的一个规则 叫两个向量的内积 对不对 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内积 先看我在草稿纸上 给大家的解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记 比如说 α向量等于 A1 A2 AN β向量等于 B1 B2 BN 写一下 我们给两个 N为向量 大家注意 在代数学 今天代数里面 我们的向量 是不在上面打箭头的 数学1的同学 你要注意 你在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就是高等数学 那个章节里面 你们的向量 都要打箭头的 是吧 但是代数里面 这个不要打箭头 你不要写了α 之后上面打一箭头 这个不需要 这个是代数学里的统一符号 是不需要打箭头的 好 那么我们称 好了啊 这个A1 B1 相乘 加上 A2 B2 相乘 加到 AN BN 相乘 大家先告诉 这个运算规则是怎么算的 是不是这两个向量 对应元素 相乘的相加 是吧 我们称这个东西 把G为α 逗号β 这是专用记号 这α逗号β 加个小括号 称这个东西 叫αβ的内积 这个概念先把它说清楚 这个叫内积 那大家回答我问题了 什么样的两个向量 有做内积的可能 是不是得是同为相量 就是你的分量各数相同 是吧 你要有对应相乘 再相加的机会 是吧 所以两个内积的相量 必须是同为向量 也就是你们俩 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是不是吧 才能做内积 大家看懂这个了吧 今后你记住啊 两个向量对应元素 相乘的相加 我们直接称其为内积运算 好不好 叫内积 我说清楚了啊 好 大家现在看一下矩阵乘法 矩阵乘法就是在做 一个一个的内积 来看这啊 我给你一个矩阵A 比方说 你看啊 我们不妨还在这写吧 别忘了 我给你矩阵啊 怀疑矩阵 说A矩阵 它有一个 AI1 AI2 到AIN 请回答我 这是个A矩阵的 DI行元素 是吧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叫什么来着 M乘什么 S是吧 如果是M乘S的话 我是不是就写IS了 你看懂呗 因为这个S代表列数是吧 这列数就代表 这一行元素的个数 这个国际上 咱能告诉我吧 它的列数是指 你看 一列 两列 S列 对吧 这个列数代表 是每行元素的个数 对不对了 那你看 它跟另外一个矩阵 B乘 这个是叫什么来着 S乘N是吧 那么你注意啊 比如说 B1结 B2结 BS结 我问你 它是不是S行 S行 你看 一行 两行 S行 数着看的元素 是不是S个 所以数着看的列项量 是不是S个元素 这样大家看好了啊 这时候的运程规律 你看到没有 是这一行的元素 跟这一列的元素 做什么 你看这讲义 你就看出来了 它是不是就等于了 这个元素 叫什么呢 AIE 我这样不写 不好看啊 这样就这样就不好看 我们直接在底下写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等于 叫做Ci结 对吧 其中 我的Ci结 各位等于什么 一起念 很简单 对了 叫做小AIE 乘以小B1结 加上小AII 乘以小B2结 一直加加 加到小AIS 乘以小BS结 是这样吧 大家如果 你在行列室里面 已经理解我的概念了 行列室 可惜说 行列室是不是 有向量组成的 现在你告诉我 你要看乘法的话 矩阵也是有什么组成的 也是向量组成的 它里面虽然是竖表 但是你整体 一行一行看 它是不是也是 一个你相应 对吧 所以矩阵乘法 注意啊 这是Alpha 这是Bt 懂意思了吧 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是Alpha 和Bt 对吧 它就是Alpha 和Bt的什么 内积运算 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是任意的运算 大家想要任意 就去任意一行 是不是任意一列 是不是大家 那你告诉我 这样的横着乘的 有几个 横着乘的是不M个 你是不是有M行 M行乘以这一列 是不是首先这种内积 就有M个了 比方乘这一列 乘以D节列 是不是这里每一行 都得乘以这一列 大概算是不是有M个内积了 但是我这有几列 是不是有N列 是不是一共算M乘N个内积 所以你最后的结果 是M乘N个元素 懂了吧 而每一个元素 它都是一个内积的结果 这样说可以了吗 你把这件事搞清楚 所以两个一起说清楚了 必须保证它的列数 等于它的行数 因为你做内积的话 必须保证这个行向量 跟这个列项量的元素 对于各种相同 对吧 然后你乘出的结果 正好是M乘N个内积的结果 行了啊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一个 这个叫做矩阵乘法 下面特别的 给我写一下啊 考试特别爱考 底下两个 特别的 特别的 如果是这样一个东西呢 你比如说啊 A1 A2 各位这是几层几的 矩阵 比如说这不是向量吗 对啊 向量也是一个特殊矩阵啊 数表吧 问大家是不是数表 你无非就说这是某一个 是吧 这个表达系统信息 这一个 什么一个呢 比如说这是A基地 它基地呢 有N个仓库 每个仓库的库存是多少 是不是啊 这个是表达系统信息的 但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是不是一乘什么 N是吧 它是一行N列 你告诉我 如果它跟另外一个矩阵乘 另外一个矩阵一定是几行 N行答对了 那我们还考什么呢 这个 B1 B2 到BN 这是什么 N乘1 我来问你来答 能乘不 能乘 因为那它的列 在于它的行 乘算是结 什么形状 一乘一 是不是一乘一 不是一行N列吗 大家注意这样算出来 是不是就正好是那个 AIBI SigmaI 从一到 这是刚讲的那一基 是不是啊 但你要注意啊 这是可以允许的啊 这是一行乘一列 得到一个一乘一的举件 就是个数 如果这里元素全是数 是不是 那就是数啊 如果这里有X的话 它就是函数 总之这个算式的形状 是一乘一的 那么如果倒过来呢 你比如说这样想 B1 B2 BN 跟A1 A2 N乘 问大家能不能乘 能不能乘 那大家注意 这个是N乘结 一 这是什么 一乘N 只要你的列数 跟我的行为相当 我一定可以乘 对不对 大家注意啊 这时候乘的话 你明显就发现了 它的结果是几乘减 是不N乘N 它会得到一个N乘N的大矩阵 是吧 这个作用结果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这个乘起来也很简单 大家注意 是不是B1 你看好了啊 是不是B1第一行乘一第一列A 是不是叫A1B 再来 B1是不是乘一二 是不是叫A2B 然后一直写下去 是不是B乘一N 叫做ANB 同意吗 你相当于是不是这一行元素都乘B了 那同样道理 这一行是不是叫A1B2 A2B2 ANB2 对不对 如法刨斥 大家这样写下来 写出 是不是叫A1BN A2BN A1BN 对吧 同学们要学会写啊 要学会写这两个 尤其我告诉你啊 倒着写你会写吗 这个逆向思维非常重要 你很快就看到 尤其是这个啊 尤其是这个 大家如果看到一个曲折 能够非常有下意识的 把写成一列成一行 我告诉你 那这个本领你就强了 你现在给我打行了 我跟他们打了好几个行了 因为考试就到着啊 到着考的啊 逆向思维 你能不能看到一个方阵 这么大一方阵 你能想到是一列成一行 你看到一个数 能不能把它写成一行成一列 这个逆向思维 对于做数学题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等会儿我们就用得到啊 这个屏幕我就放这了 我也不擦 待会儿展示过来 你就看到 好 这就是曲阵成法 听到了没有 接下来我们简单提一下啊 加减乘 乘讲完了 曲阵成法满足下列运程规律 第一个看着啊 叫结合率 对的 A乘B乘C 你可以让AB结合 也可以让DC结合 这个大家听懂懂吧 曲阵成法依然满足 中学上来讲的 A乘B乘C 小A乘小B乘小 是吧 你可以呢 先AB乘再乘C 也可以先BC乘再乘A 是吧 这个跟中学数学一样 第二个分配率 也是满足的 是吧 就是中学数学 小A乘B加Z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小A乘小B 这样的小A乘小C 这个事情在曲阵运算时 一样成的 好吧 我不解释了啊 底下A加B乘C 也是这样的 A乘C加B乘C 再一个呢 就是数乘与矩阵相乘的结合率 这个大家意思看懂不懂 就是K乘AB K是不是可以放在任意位置 既可以放在最左边 是不是也可以放在中间去 对不对 也可以把AB乘完了 再乘K 是不是 这K放最后一起 这无所谓是吧 这个数K本身 是可以在任意位置出现的 这就是基本的整规律 接下来的柱 给我打个清啊 这是接下来最为重要的一个 这样B考的东西 举阵整法 是不一定满足 交换率的 同学们知道 我们在中学数学最常见的 台头 是不是小A乘小B 等于小B乘小A 但这件事在矩阵里 是不成立的 千万不要随便画 千万不要随便画 我接下来的例子 举得非常简单 随便举 你们随便举 你看啊 A矩阵给这个 B矩阵给这个 两一成 这要我算吧 这不用算了 你会算的是吧 一和一负一成 怎么得零 对你相当再相加 什么内积啊 然后这一行 跟这一列成零 这一行跟这一列成零 这一行跟这一列成零 但是你要倒过来成B乘A 它近来没有一个元素是零 对不对大家 很简单 这个例子随手举得出来 我这个不啰嗦他 好吧 假如说我没有这个例子 不举这个例子 你举个例子 我听听他 就这样 A乘B不等于B乘A 我刚刚讲过 这不就是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A将B吗 这不是B将B吗 连形状都不一样 那肯定不可能相当 对不对 我们书上举的例子 还是形状相同的 你还得一个一个长 我这样一看 我只要这个 这个举阵 那么形状不同 必然不可能相当 对不对 好了 底仗所谈是加减乘 我们就说到这里 出没讲是吧 等会儿 那个重中之重 出发更 档次更高 好 我们现在停下来讲讲乘 呃 乘 给你两个 各位你乘去吧 你会做错吗 不会的 给你三个乘去吧 你会做错吗 不会的 你说拿来接下来练习了 来一个一个乘 给你两乘 给你三乘 这个好义 所以到了年底 12月23号考研了 早上打开卷子 你见到的乘法 应该是 恩慈明 也就是说 我给你相同的矩阵 你能不能给我算 N个矩阵相成的结果 对不对 这才能体现一个学生 乘法的能力 你同意吧 就像你们学高等数学 各位回忆一下 高数上次 求倒数 谁不会求 你给我一函数 给你一巴掌 求倒 是不是倒出来了 再拿球 给一巴掌求倒 结果出来了 你求个二三阶倒数 谁怕 不好意思 不准求二三阶 求N阶倒数 求2019阶倒数 对不对 他让你高阶倒 对了吧 这举定成 要多次相成 这就是考试 对吧 考试要有区文读的必然如此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主要是一下三个方面 我都给大家做好布置 我说了啊 基础班讲完这些 强化班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这样谈了啊 我们到时候得上综合题 但是这基本规律 你在基础阶段 是不是就先把它弄砸死 就三种方面 第一个 是找规律 用归纳法 但这种归纳是简单的 可以直接写单 比如说这个局限 假设A等于四乘四的局限 是吧 请你计算A的N次命 我们这里N都是自然数 找一个通事 对吧 怎么办 这里面刚开始看不出什么规律的 我说了 找规律是需要一个探索过程的 请同学们一起跟我来算 A的平方 开始 等于是不是A乘A 咱们仔细一点啊 不能偷懒 一起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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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会不会写着写着头晕 不会太好了 不能头晕啊 你要这些小数都头晕了 就麻烦了 是不是复习到四点 对吧 就提高自己数学计算能力 一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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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好 我这么跟讲数学能学好没有学科学不好 什么学科都能学好数学不一定能学好 不开玩笑 是不是 来吧 开始 其实话说回来 请先说学生 但我觉得一点大家是确实辛苦 这个学科不好学 在地球上学大学数学的人 就是凤毛林教的 敢考试的人 那更是精品中的精品 就是这个精英中的精英 敢考中国大陆考验数学的 精英中的精英中的精英 精英的三次吗 对吧 所以你最差也是精英 你懂吧 你只要敢碰他 你这就了不起 来我们算一算 第一行乘第一列一起算快 跟上个速度 你能算出来不 是不是叫四 你这个不能呼吁我 你算了没有 对应相当再相加 好再来 第一行乘第二列跟上 一乘负一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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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负二加二是吧 零 再来 第一行第三列 负一 正一抵消了 负一正一第二 零 一行成最后一列 来 负一正一正一负一 零 第一行四 后面三个列 再来 第二行第一列跟上速度 结 负一负一正一正一零 来第二行第二列 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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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二行第三列 说正一负一负一正一零 接下来 负一正一正一负一 零 如法炮制 听懂我意思没 这数都凑好了啊 我不算了啊 我再算就晕了 但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你觉得下来是不是就零零四零零零四是吧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建议考场上不要这么大胆 你得算好不好 万一他不是呢 对不对 这里是啊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是这个东西 好不好 我写到这儿了 大家注意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懂吗 他有个符号技法 大家是不是可以 哎 是不是数乘举 把那数提出来 告诉我提一个k 是不是所有元素都提k 你把一个四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了 其他都是一了 剩下都还是零了 零提几还是零 是不是 他在这儿是不叫一一一一 你知道这念什么吗 哎 这个呢 叫单位矩阵 我们一般在现在的教材里写的是大写字母义 就写成了四倍的义 这个叫单位阵啊 这叫四阶单位阵 跟上没有 那么我想大家这个归纳就容易了吧 我说啊 这种归纳是不难的啊 比较简单 好 你写到这一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就插掉了啊 写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知道 A的平方等于几啊 等于四倍的单位阵 是吧 你自然就有了 所以现在好说了吧 关键看N的什么 关键看这个N次密的N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吧 是吧 所以大家立即推这很简单了 A到N次密就等于 大句啊 如果N为偶数 你这样写了 等于2K吧 是吧 2K 2K是偶数了吧 或者N等于2K加1 这是不是奇数啊 你要有个想法 如果N是偶数 大句 每两个强词都得4E 所以你会得到 它是4E的K次方法 你不理我 你是2K啊 对吧 2K意味着你有几个A方 有K的A方相乘 对不对 所以它的结果是4E的K次方 那么由于单位阵的K次方 永远是单位阵 所以实际上写成就行了 实际上写成 4的K次方 乘以单位阵就可以了 对吧 甚至你可以直接写成 主对角线 也说是不是4的K次方 其他元素都说了 对吧 那么如果是奇数呢 那加个1 E你想是不是再乘以A 所以它实际上是4的K次方乘以谁 乘以A就可以了 因为E乘以A 是不是还是A啊 E相当于是代数里面的1的作用 是吧 E乘以任何矩阵 是不是还是那个矩阵啊 对吧 就相当于是 E乘以小A等于小A的意思 是吧 这个归纳法不难的啊 这归纳法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作为奇数年的话呢 这种出小填控是完全可以的 一个填控题就送分给你啊 我们在偶数年建不到这样 奇数年经常建的啊 有一年啊 我们开玩笑 你如果在奇数年建造这种填控题 千万不要惊讶 比如说人家算A的三次方代应器 你千万不要惊讶 为什么呢 你天天做题都难题 懂吗 突然填控题出于简单的 你不认识 那年考试就这样 就是世界举强啊 或者人家题目是这样写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情况在这三次方代应器 有些人说 哎 什么规律 我找一下 找一下规律 各位三次方 我什么也不要 我承出来就得了 那年的答案就这个 就这种啊 你直接承几 连规律都不用找 是吧大家 好 你说三次方承几 肯定是两千承吧 承完之后你发现 它是四倍的一 那直接承几 不就四倍吗 一抄不就完了吗 你那东西是吧 没有任何什么 玄机在里头啊 你不要以为数学题 都是这叫送分题 对吧 我们是有送分题的 而且2019一定会有很多送分题 对吧 好 那第二 这种题比较热闻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东西 灵活的处理方式 大家注意看 这里A矩阵 是不是给了三乘三矩阵啊 是不是 我给你提示啊 我的提示在此 你要想拿这个题 说A的平方 然后再算A的三次方 再找规律 各位这个太辛苦了 为什么呢 刚才这个题目啊 没有这个机会 刚才这个题没有这个机会 它跟每一行 各位这不成比例吧 你找不到比例 你说它跟它比是几倍的 它跟它几倍的 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你看这里没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就叫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得题目做得足够多 是吧 还是你不想要熟练 你来给我看 第一行和第二行是个成比例 它是不是一个富二倍就 从第一行乘以富二倍就变第二行 而第一行和第三行是不是也有比例 是不是第一行乘以三就得第三行 你要做这个的话 你来看这个这个有作用吗 你是不是盯着这行看 你发现没 这里的每一行是不是都成比例的 对不对 为什么成比例啊 它的公共元素 各位每一行是不是都有这些人 然后你要这样数个乘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比例系数就乘上去就行 叫第一行成的是B这个系数吧 第二行是不是成B这个系数 最后行是不是成B这个系数 能听懂吗 所以大家现在有什么能力呢 就是一个逆向思维的能力 你要倒着写 你能写出来不 知道我意思了吗 来我教你写 这个A矩阵其实等于 你这样写 是不是叫12-1 而且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你要找那个1打头的 这个简单 这个比例系数定了吧 你说第一行是谁 是不是就是1 因为1乘以1就是1 你只要看第一个就行 你不要往后看 对吧 那你觉得第二个富二这些节 富二成了 富二乘以1 那不就得富二了吗 对不对 那这些节 这个H真就写出来了 你看对不对 一个方阵是可以写成一列成一行的 这叫逆向思维 这个考起来比较多 比较多 好 我们来写一写了 标准答案的写法 我们记 α等于 1-2-3 都听懂了是吧 没有问题啊 β等于 1-2-1 注意啊 看我的写法 我这是不横 竖着这个没问题是吧 我这是不横着的 我横着的是不是也竖着写了 大家笔记写下 我们在现代数里啊 向量啊 习惯是列向量 代数中 习惯上 写 列向量 除非他有特殊要求 注意啊 这个是习惯上啊 不是一定 但是 约定俗成的 考研数学的标准答案里面 凡向量 他都是写的列向量 那同学告诉 航向量怎么办 打转制啊 打得好 我们不是有根大T的符号吗 转制就是 对不对 所以说 既然你要这样记的话 你要写在这儿吧 那大家是不是应该写的是 是不是叫alpha 乘以β转制 看懂呗 对不对 我β是列向量啊 但是β肩膀呢 打一转制 是变成航向量啊 对吧 习惯这样写啊 习惯这样写 今后我希望你也要这样写 你放心 我们后面会遇到很多次 这种东西 好 那大家先告诉我 a的平方等于什么 自己看 很简单了 是不是a乘a是吧 那么既然是a乘a 是不是就等于 alphaβ转制 再乘alphaβ转制 因为每个a都是alphaβ转制 好 大家用刚才的 矩阵乘法的一个 可以用的中学性质 是不是有结合率 那结合率怎么写呢 我说alpha乘以β转制 alphaβ转制 可以吧 我四个矩阵相乘 我是可以让中间两个先结合 这要结合率 任意相按顺序 都可以结合 但是这是什么 同学们是不是变成这个 对不对 我让它结合 当然是有目的的 因为它是一行成一列吧 你再看一遍 你再看一遍 我给β转制 是不是一行 这个alpha是不是一列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头出现了第二种简单运算 叫β 我写这 这当草稿子了 β转制alpha 是不是等于 12-1 乘以 1-23 对吧 这个是直接算内积的 对不对 来一起算 1乘1得1 2乘2是-4 这1减是-3 -3加-3 是不是叫-6 跟上没 这是内积算数 是不是变成一个k了 好 根据运算率 这个k是不是可以提到前面去 是不是叫-6倍的 alpha β转制 听懂了吧 那么大家知道alphaβ转 是不是就是a 是不是叫-6倍的a 是吧 这个第一次命 大家已经搞清楚了 我想这高次命 也没有什么难点了 于是a的n次方 你自己可以取出来 大家注意几个a相乘 是不是n个a相乘 是不是n个 好 大家写了 是吧 alphaβ转制 乘alphaβ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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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好 那大家自己琢磨 是不是这两个结合 那是不是这两个结合 是不是这两个结合 这里几个 这里有n对吧 对吧 n减一对啊 前面两个 这是n减一啊 是不是就n减一对 除去手和轨 中间少一点 在这n减一对 每一对都是计算出来 都是-6吧 所以它有个什么 是不是-6的n减一次方提出来 是不是乘以alphaβ转制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乘以练 对了吗 于是 这个打你却 你直接往上套 直接套你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得到这个打 没问题了吧 这个-6的n减一次方 往上一扔 这个就可以了 好 有规律吗 这个同学找了一下 这个规律在哪呢 你发现没有 结果是-6的n减一次方 乘以al是吧 有人说老师 我突然发现 这个主对角线元素 之何是-6 是巧合吗 还是必然 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答这个是必然 不是巧合 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个 做一个总的结论 如果大家记得住 经过这种题做起来 会非常的方便 我们称 这个 Sigma 这就当注写了 你要继续写注 称Sigma AI I从1到n 这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把G为 矩阵A的G 叫TraceA Trace 大家知道英文是吧 T-2-A-C-E 这是轨迹的意思是吧 轨道轨迹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字 叫G 轨迹的G 我们把G成T-2-A 它叫什么呢 叫A的G 要G成T-2-A T-2-A你记住 就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那么如果 一个A矩阵 N乘N矩阵 它的致是E 我这个话要超前一点的 一个N阶方阵 如果致是E 它造成什么结论 就是每行元素 呈比例 对不对大家 扣号 G N 行 元素 均 呈比例 以后你会明白这件事 你就写RA等于E就行了 叫G是E 就意味着每行元素 都是成比例的 其实大家知道 按照方程组的个数来讲 是吧 每行元素都成比例 是不是你给出那N个行 是不是只有一行有用啊 你比方说 你给我123 然后给246 然后给369 各位 实际上这三行 只有一行有用嘛 因为你再负二倍下来 负三倍下来 是不是这便利吗 说到这算多余的行啊 就是 质呢 表示的是 有意义的 独立的 行数 方程各数 这个以后再说 所以 如果你记前面也行 记后面也行 当然了 后面这个话以后不会说啊 以后我们都用前面的专业术语 这是个解释 好吧 如果一个方阵 N行元素 均成比例 则A的N次命一定等于T2A G的N-1次方乘以A 这样的N次命一定等于主对角线元素之和的N-1次方乘以元举正类 大家不必再算 可以直接写出答案来 可以直接写出这个计算的答案出来 这个是一个解题的结果 大家可以多练练 好吧 你先去训练啊 你还是通过我们的计算方法 就是先自己算是吧 算完了之后 你每次做个验证 到后面 你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啊 就可以直接用到里面去 呃 这个呢 也当然不会 比如说单独考题以后不会 那我们可以再拼大局阵 在分块阵上算是吧 这只是一个局部 啊 记住啊 这只是一个局部啊 以后这块是要算的 好吧 记好了没有 记好了 我给你写个练习啊 你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 然后你回去以后你可以按 我们刚才的计算过程做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把答案写个 你可以 我瞎写啊 比如说21-3 啊 我们写一个 这个这个 1 2分之1 2分之3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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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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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5 6 然后这是A 然后这是A 那你仔细算完 结果依然是这个 这个速度会快一些 大家自己做练习 请大家自练 做一个验证性的结论 好 这是第二种 就涉及到每行元素的成比例 第三种 海种 是一个计算量上 会更大一点 我们来看例题三 这个规律啊 要找起来 有时候 我们有个思想是吧 这瓦解敌人 各个击破 拆开了做 会更快一点 如果你直接算A方 首先大家看这是不成比例的吧 这不可能不成比例的 再一个的话呢 它如果按第一种方式 你说直接能够写出这个规律 用输规法也很难 不是 你可以试着看 A方成绩来怎么怎么样 这种题啊 适合呢 因为它本身也不复杂 是吧 可以拆的更简单 大家一般注意啊 这个一般能拆成 B加C最好 其中 瓦解敌人的这个字 其中 一般我们C 视为单位证 是最好的 C为单位证 最好 那我这个啊 就不去啰嗦它 我们直接做题 通过题目答案看到这个 你们的结果 大家告诉我 这里的A 是不是等于 你看啊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 0100100 加上100100 加上1001001001 对不对 我们讲啊 这叫矩阵加法 是不是大家 矩阵加法是指 所有元素对应相加 那你拆矩阵数 所有元素都拆 对不对 能听懂啊 好 这个是不是明显就是单位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了 B加E 我说了啊 你要拆这个东西 为什么C最好是E呢 为什么最好是E呢 你待会儿是不是说N次方 大家想个问题 我们 待会儿 A的N次面 是不是等于B加C的N次面 现在是不是叫B加E的字面 你想 根据二项式把它打开 二人公式 你打开之后 哎 我们中学数学是有 小A加小B的N次方 拆开是吧 那个拆说 你这个基本公式大家会的 C0是吧 乘以A的N次方 乘以B的0次方是吧 然后加上C1 乘以此消B长吧 N-1次方 乘以B的1次方是吧 1加C2 然后A的N-2次方 你不要操理啊 因为待会儿不是重写的 B方 然后一直加一加 加到CNN 然后A的0次方 是不是B的N次方 你知道这个能拆开 这个二项展开是 是不是AB可交换 前提是A乘B等于B乘以A是吧 对吧大家 那你刚刚说过 举阵乘法是没有交换率的 所以如果是B乘C的话 绝对不能加小 你如果B加C 你又写的什么 是不是C的N字面 然后B的N字面 然后C的一样的 这一样的是吧 B的N字面 C的一次面 然后B的N减一次面 C的一次面 是错了 B是没有交换率 对不对 那不能写的 那不能写的 那么你知道 为什么写E就好了 E是可以的 因为单位证 乘以任何矩阵 是不是跟那个可交换 对吧 EB等于BE 因为它都等B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是天生可交换的一个条件 所以写出E才行 所以你要拆的话 你要记住 你别拆成B加C 如果两个没有单位证 这个题你做不下去了 除非它有其他特殊的条件 这样这种考题从来没出过 只能加E这个考核 这个也好做 顺利是吧 好下面我们就把这工具写一写了 你现在就应该写的是 可交换条件下的这个工作 好我们来看看 于是 A的N次Me等于B加E的N次Me 这会写吧 我刚才写过了 咱们还是从头来 你比我说 这个我随便写了 CN0系数 乘以 我谁写前面 后面是无数位各位 各位是吧 我写E的N次Me 是不是乘以B的0次Me 加上CN1 前移E的N-1次Me 前移B的1次Me 加上CN2 前移E的N-2次Me B的2次Me 一直加加加 加的最后是CNN 前移E的N次Me 对吧 对吧 这个是中学的基本的音识分解 或者说展开公式 是吧 这些东西没必要说了 没必要去翻手册背 还是这样 拿一个积累一个 拿一个积累一个 那我顺便问他一句 他会让你写出这么多项 不可能的 这实际上猜出的是N加1项 是吧 那不可能让你写这么多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出题人就会考虑一个 第一 你知道 先把这个E拆出来 是吧 这个没问题了 第二个你要明明 只有拆成E才能这样写 是的 对不对 第二条 为了使得答案简单 它是不是得要求 这个B本身很简单 简单到 是吧 这是没有是吧 它就等于成小E 这是不是B的意思吗 这是不是B的意思吗 它应该简单到 B的第一次Me 就消失了 就变成零矩阵 后面的像是不是就都没了 对不对 果然如此 我们验证一下 其中 你看我们算一下 我现在的B是什么 刚才写过了 B矩阵就这个 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是1 是吧 其他都是0 那就超过的记得住了 它是这样 010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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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吧 那来算一下B方 等于 那是不是 不要看了 000 大家看B的平方 是不是已经异常简单了 是不是已经只有右上角为1 B的三次方 请大家自练 0矩阵 我不写了好吧 九个数全0 你一成就知道了 没有了 如我们所愿 大家想 他接下来的内向 是不是叫CN3 E的N减30米 乘以B的30米 对不对大家 那你30米都是0了 那你后面是不是全是0了 所以B的40米 等等等到B的N4米 是不是都是0了 都0矩阵了 所以后面这些都没有了吧 懂了吧 它实际上只有展开式的前三项 同学们你看出了没有 他要考那个乘法 他就要把好的东西都综合进来 所以计算能力 是考验数学的一个必备能力 你千万不要以为 数学只需要懂 听懂思路 这个不够的 你关键是 动比要算 要算得对 这考试是一定会考察到的 好了 这样的话我说完了 说完了 我们这就擦掉了 大家心里有记住没有 就B的平方记住了没有 是吧 来你看看最后结果是什么 于是我就擦了 你们必须要擦 你必须要擦 好大家看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来了吗 所以A这种词密等于 请回答我CN0是不是就E E的N是密是不是就是E 因为E的N次方还是E 对不对 这第一个矩阵 加上第二个矩阵 大家算一下 CN1是不是是N 那么E的N减1是密 是不是还是E 现在是B矩阵 B矩阵是不是照超 照超B矩阵之后 是不是乘上这个N 数乘矩阵 是不是每个元素都乘N 所以叫什么 0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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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不是 不要忘了 B矩阵是这俩位置是一 现在你乘N 是不是就写这 再加上 N2是4N2是多少 是不是叫二分之N 乘N减1 对不对 让我朝高次写一下 E等减2什么 是不是还是E B的平方 各位 是不是刚才这 只有这有一小E 所以当你乘J的系数的时候 是不是叫 0 0 二分之N乘N减1 要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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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不上 对了 大家看到没 是不是他接下来 考了矩阵加法 反正是我们算一下 别加错了 等于 1加0加0 是不是1 0加N加0 是不是N 0加0 它是不是叫 二分之N乘N减1 对不对 然后这是0 这几啊 1 这几啊 N 然后是0 0 1 这就是答 对吧 对吧 那我们现在说来的话呢 对于乘法来讲 同学们现在需要掌握的 就这三个 一个呢 是挥纳法 简单的挥纳 是吧 你就拿A乘乘乘乘帮 然后看看 呦 如果真的看出规律的 就好办 是吧 看不出来 第二种就是智氏一等 就是每行元素都成比例 第三种就是拆相法 拆完了之后 如果拆成单位阵 大家可以用展开式 二项展开式 请各位多做练习 多练习 这东西还得要练 乘法不会让你就算一个 什么A的平方A的三次方 你要高标准研要求 你就记住得算N次米 出上